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我的節目,我是Dan 那在今天的節目裡頭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們如何比較適當的去安慰一個人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會有朋友遇到低潮 然後就希望可以找到一個人,可以跟他傾訴,得到一些安慰 那作為一個要安慰朋友的人呢 我們要如何去適當的表達我們的安慰這非常的重要 我過去在做個案諮詢的這個經驗裡面呢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時候呢,他們並不是需要我們去告訴他 他該怎麼做是對的 或者是幫他去分析給他很多的建議 真正重要的是他很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 所以傾聽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很善良,也很熱心 但有的時候呢,關心折亂 那我自己也是一樣 在過去一開始做個案的時候呢 我也一樣會犯一些毛病 但是這一些無心的失誤呢 我覺得他幫助我去重新的去檢視我自己 也重新的去認識到 有的時候我們的關心是一種自我的想要 但對於對方來說 他的需要究竟是什麼 我們很常沒有辦法站在對方的這個立場去為他著想 所以需要跟想要之間 我覺得他就是兩條平行線 很難交會 所以當兩個人的頻率沒有辦法共同的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這樣子的安慰有的時候是無效的 甚至會造成對方的一種壓力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在這個節目上面呢 透過我過去做個案諮詢的一些經驗的累積 還有不斷的自我修正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以下呢我幫大家整理的五種我們應該要小心避免的NG安慰 第一個呢就是以不要為巨型的這種開頭 我們經常會在安慰別人的一開始呢就告訴他說 不要哭不要難過甚至說不要想太多 但是別人在經歷這種不舒服的過程中 這個情緒是難免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尊重他的情緒 然後讓他的情緒自然的流動 如果他真的在不舒服在哭的時候呢 你就讓他好好的去發洩他的情緒 我想這比起去阻止他 去壓抑他自己的情緒會來得好很多 第二個呢就是不要去用 否定別人的方式呢去安慰別人 什麼叫否定呢就說 有些人可能會習慣告訴對方說 這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或者是說牙一咬就撐過去了 但是對方正在經歷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當聽到這樣的話他難免會生起一種 嗯你有把我的事情當一回事嗎 或者是你真的有了解我嗎 甚至會覺得說我是不是我的事情不值得一提 這樣子的一種挫折感 那我們每一個人其實在生活中的這種 對事件的看法感覺都不同 就像我之前常常講的 每個人吃辣的程度不一樣 有人可以耐受很高 有些人可能連胡椒粉都不行 但是這個沒有問題沒有對錯 所以當我們在安慰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避免 不要將自己的標準套用在他人的身上 接下來第三個呢就是避免去糾正 或者是去八卦 或者是去批判別人 讓人家會覺得我們有一種 好像我高高在上 然後這個受傷的當事人 好像很脆弱或者是很沒用的這種感覺 我指的這個批判呢 就說不要去落井下石 或者是有一種馬後炮的感覺 就是我們會習慣告訴對方說 你看我之前不就告訴你了嗎 點點點 或者是說我之前不就說過了嗎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類似這樣子有一點事後諸葛的感覺 這種話呢也要避免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不要八卦 或者是不要去跟著他去數落 在這個事件中的其他人 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的時候我們會經常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在安慰別人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告訴你他被誰欺負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數落那個欺負他的人 但殊不知也許過沒多久之後 他們又和好了 那這樣的感覺其實還蠻尷尬的 所以盡量不要去針對他們這個世界裡面的其他人呢 去做一些指指點點或者是去八卦 這個倒不必要 那同時我們也不要去批判說這個當事人 怎麼那麼傻 或者是說之前就已經跟你說過 你應該要小心 這種事後諸葛 或者是馬後炮的這種行為呢 就盡量不要 好再來第四個呢 就是分享一些比較正能量 但是有點空洞的話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經常在安慰別人的時候會說 加油啊 或者是什麼失敗為成功之母啊 或者是跟他分享很多人生大道理 甚至是有時候我們會用一些比較身心靈的這種話語 去安慰他 比方說 這都是靈魂來這個地球上面呢 要體驗的功課等等的 當然這些東西沒有問題 我想當事人也知道 只是他在情緒當中 所以他要得到的 或是他需要真正需要的 並不是你告訴他這些道理 並不是你對著他說教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安慰呢 也是會蠻扣分的 最後呢 第五個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不要在這個安慰的過程中 給他建議 或是給他 yes or no的答案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 我想我們會太涉入 他的人生中 我們會去負責 我們會扛下這個責任 我覺得每個人都還是要適時的保有一個空間感 你跟他的距離應該要保有 不要太過於 摄入他的人生裡面 同時也要去鼓勵這個個案呢 他應該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他要去做決定 我認為所有的決定 他會有一個結果 但這個結果沒有絕對的好 也沒有絕對的不好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去試著做 自己人生的這個決策者 讓他慢慢的去練習 為自己的決策負責 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久而久之 我相信他也會比較有自信 好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 不要做什麼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更加的重要 所有安慰的第一個準則 或者是我在做個案的第一個準則 就是先把自己放空 我指的放空不是不專注 我指的是把你自己的成見 把你自己的想法 都給他放掉 先擺一邊 讓自己好像變成一個空空的瓶子 裡面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你準備好要去承載 準備好要去裝對方的東西 或者是就像一張白紙 你可以任由你的朋友 在你身上書寫 在這段時間 他可以盡情的在你身上書寫 這個感覺呢 會比你滿載著很多的想法 要強迫他跟他分享 來得好很多 所以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傾聽 而且是不帶任何評價 不帶任何評論的去傾聽 我在做個案的經驗裡面發現 其實我們只要透過自己的眼神 或者是我們偶爾點點頭 去跟個案做互動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能夠理解到說 他的話又被你聽進去 同時間他也能夠感受到 其實他是被接納的 我們在很多個案的過程中 其實他的受傷是來自於他的自己 他的自我沒有辦法被接納 他好像被拒絕了 甚至是他會拒絕他自己 所以當有一個人願意張開耳朵 很安靜的 讓他好好的把他自己內心的世界 內心的感受倾訴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種被接受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特別重要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要試圖的去引導對方說話 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 在情緒上很難聊 那有的時候他可能分享到一半之後 你突然也尷尬了 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對方聊天的過程中 我們是很保持這個完全的這個清醒 警覺的狀態去聆聽 然後去感受到他現在的不舒服 那我們在引導對方說話的過程呢 盡量避免 盡量避免去針對他世界一直不斷的問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很像鬼打牆 很沒有靈魂 那你要怎麼樣去 讓你自己的提問變得比較 能夠讓對方說話呢 就是你要把這個球 再丟回到他的身上去 讓這個思想 讓這個思考的這個路径呢 再度回到他的身上 讓他去思考 那怎麼樣做呢 比方 嗯 我會問說 那麼你現在的感受如何 也許這個時候會突然安靜下來 因為對方需要一些時間 再去梳理一下自己的感覺 或者是你會問他說 那麼接下來你有打算怎麼做嗎 這樣子的一個話 讓他能夠安靜下來 去思考一下他現在的狀態 以及他未來可能會想要面對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問他 你跟那個世界已經發生的事件中間的這種連結 不是去事件中一直不斷的打滾 而是你要抽出來一點點去問他現在的感覺 以及可能未來他可以怎麼做 去引導他去說他一個比較有未來性的話題 會比起我們一直不斷的打轉在這個泥落裡面好非常多 接下來第三個呢就是可以去適度的 切記哦 是適度的去分享自己內在的一個感受 或者是呢去分享一些你自己過去相似的經驗 這個作用是一種同理的感覺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共情 共情共就是 共同的共 然後情是感情的情 讓你們兩個人連結比較密切一點點 讓他覺得說 他也不是那麼孤單的一個人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人跟他類似的經驗 但這一點倒不是要去告訴他說 你怎麼這麼糟糕這麼弱 其實我都撐過來了 我都挺過來 不是所以我們在分享共情的時候 一定要讓對方感覺到說 是這件事情真的很不舒服 是的這件事情真的很不好受 要讓他知道說其實我也遭遇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現在處在這個低潮 我完全能夠理解 但是要記得的是你要適可而止 不要滔滔不絕長篇大論的起來 這樣子會有一種喧兵奪主的感覺 對方可能會覺得 是在哈囉 不是在安慰我嗎 怎麼變成是你自己在分享你自己的 悲慘經驗 這樣感覺又不對了 接下來第四點呢 就是透過我們眼神的接觸 還有我們說話的聲音的語速 還有我們的語氣 我們應該要讓我們的眼睛跟對方可以connect 就是完全可以做連結的 因為在這個狀態下 他比較能夠知道你是有專心在聽他說話 而不是你都摸摸 吸摸摸 邊吃東西邊喝茶這種感覺 他就會覺得不受尊重 那另外一塊呢就是你的聲音應該要更加的穩定 也就是緩慢一點點 不要太急促 不要太急促 可以緩慢一點點 然後在聲音的部分呢 盡量是溫柔一點 不要太尖銳 不要太高亢 不要太激動 因為真正應該激動的可能是對方 但我們如果是一個安慰者呢 我們應該要讓我們自己的聲音再平穩一點 在這個狀態下 我想對方聽到我們的建議的時候 也會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那麼另外一個很值得提醒的地方就是說 在對話的過程中 有的時候對方會比較激動 有情緒 他可能會哭 那就讓他哭一下 那他可能講的比較高亢 比較生氣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讓這個片刻安靜一下 去緩和一下那個氣氛 我們可以沉默個大概五秒鐘 然後好像表現出我們若有所思的感覺 這個這樣子讓這個整個氣氛會比較緩和 那麼最後一個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們可以有一點點的肢體接觸 這個東西適用在於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伴侶 你的家人 當然陌生人 我不會在我的個案身上做這種事情 這個是不太禮貌的 那麼even是你的好朋友 你可能也是得尊重一下他的身體自主權 所以如果當你想要給他一個擁抱 或者是想要可能拍拍他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請示他一下 問他一下我可不可以抱你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這種拍拍肩膀 或者是碰碰手 或者是擁抱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當你做了這樣一個肢體的接觸的時候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心房會卸下來 你可以取得到一個信任感 那麼他也比較願意去 跟你分享他內心真實的感受 那願意分享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因為當他心房一敞開 那個結就不會尬得這麼緊 那個心理的情緒也可以有一個通道可以流通出來 他才不會壓在自己的身體裡頭 會變成另一種壓力的疾病 好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我覺得安慰他是一個藝術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像我們剛剛這樣列出五點 然後照著公式套路 我們每一次遇到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當事人的時候 當然要做出適當的這種調整跟回應 那我覺得我們不要用個人的這種標準 或我們個人的看法去套路在不同的人身上 我們應該要更尊重對方的真實感受 有的時候傾聽他就會是一個最好的安慰 我們把自己的那個自我先空出來 然後保持一個謙虛 讓對方去感受到你真誠的聆聽 然後很溫柔的回應 讓他知道說有你在他並不孤獨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節目內容啦 希望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你訂閱支持我的頻道 我是Dan 那我們下集節目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